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的記憶卡又故障了 反正我就是貪小便宜 又買了一張便宜的記憶卡 當初用就是 欸還蠻順暢的 反正就開心用啦 但是用了幾個月之後 它又故障了 然後檔案讀不出來 就是你插到電腦 它也叫你格式化才能繼續使用 那它原本是插在GoPro上面使用了 就我用一用忽然發現它叫我格式化 才能繼續使用 所以我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重點其實不是記憶卡壞掉的問題 重點是這張記憶卡裡面 還有資料 這才是重點 記憶卡壞掉就再買一張就好了嘛 那但是資料不見了 你要怎麼辦呢 網路上其實有很多的救援軟體 就是說可以救你的記憶卡啊 像這種小的記憶卡 大的記憶卡 或者是有硬碟可以救援的 但是如果有那種傳統磁碟 就是裡面有針在那裡 等等等等 如果有異音的話 盡量還是不要自己救 因為你可能會磨損你的磁盤 你還是拿出去專業的救援會比較好 但是像這種小小記憶卡 根本沒有移動的配件 就是裡面沒有磁頭的話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因為拿出去救援肯定是很貴的 那今天非常棒 有一間公司願意提供我一個救援軟體來做測試 那剛好手中有一張真的壞掉的記憶卡 所以我也不確定到底可不可以救援救回來 反正就成功就跟他的分享 啊就不成功也跟他的分享 反正就是一個測試嘛 他們也沒有給我任何的錢 這也不是個業配 就是個開心測試 那如果救回來當然就跟他的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到底可不可以救回我裡面的一些 GoPro影片跟照片的資料呢 我們就來看看吧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的就是 Ease as Data Recovery Wizard這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有很多特別的功能 像是有丟到資源回收桶 它還可以救回來 或甚至格式化之後還可以救回來 對攝影人比較有幫助的可能就是 照片跟影片的修復 那他的影片修復 還有特別寫到GoPro的檔案也可以修復 那當然希望我的檔案可以被救回來囉 那我們就快速的下載安裝 開啟這個軟體 那軟體的右上角可以選擇語言 我們就先選擇繁體中文 讓大家看得懂我在幹什麼 那我那一張電腦一直叫我格式化的記憶卡 就是我們這一個J疊的記憶卡 這個軟體輕輕鬆鬆就已經偵測到這個磁碟了 那我們就按掃描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OK 所以我們點進來之後 不到5秒鐘的時間 快速掃描就已經掃完了 快速掃描掃完 其實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 我們原本在SD卡裡面的所有資料 但是這個軟體還在繼續努力的找更多的資料 不知道它到底會找到什麼資料呢 OK 所以經過40分鐘 終於掃描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看到底找到了哪些神奇的檔案 那左邊這裡有一個標籤 它就是以各種不同的裝置來分類 這個軟體還找到我之前放在手機裡面的舊照片 真的是太誇張了 左邊還有依照各種不同的檔案格式來做分類 像是有JPG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大堆很神奇的照片 這應該是我之前記憶卡 放在手機裡面暫存的檔案 正然通通都被這個軟體招了出來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GoPro拍攝出來原本的資料夾 看看檔案到底還在不在呢 目前看起來好像檔案都還在 稍微預覽了一下影片 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沒差我們就全部右下角按修復 然後我們把它存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看看到底會有什麼奇蹟發生 或者是有什麼悲劇呢 OK 所以我們等一陣子之後 我們終於恢復完成我們所有的GoPro檔案啦 那我們就稍微點開來看看 到底能不能播放呢 喔 看起來是可以 沒有問題的啊 再隨便找個其他片段來看看 欸 看起來蠻成功的嘛 一個一個點開太慢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拖到剪輯軟體來看一下 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 完全沒有掉格 也完全沒有任何檔案 救回來有損毀的問題 真的是超讚的 好啦 那GoPro檔案就回來 我們繼續玩一下這個軟體 看看它還可以生出什麼奇怪的檔案 因為這個軟體額外找到了283個影片檔案 我也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沒差我們就全部按修復來看看到底會找到什麼奇怪的影片呢 OK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看 我們資料夾裡面的影片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這些小片段就是前幾個月有拍攝一支MV的幕後花絮 那看起來其他比較長的片段都損毀了 而且可以播放的都是那種超級小的檔案 一兩秒的片段 沒差我們試試丟到剪輯軟體看看 只有九個超短片段可以播放 但我覺得還是很厲害 因為這些檔案是我已經刪除掉兩個月之前的片段 竟然還被這個軟體找了出來 真的是超級猛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推出這個軟體給它一個超棒 因為這個軟體成功救回我GoPro裡面所有的檔案 所以這個Easy as data recovery wizard 真的把我的檔案都救回來了 到現在我那一張記卡還是叫我格式化 我才能繼續使用 但是那個Easy as data recovery wizard 已經把我的檔案全部都恢復了 這個軟體還找到了我之前刪除掉的照片跟影片 就是我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 它竟然還找得到 雖然大部分的照片跟影片都已經損毀 但是那是已經刪除掉很久很久 然後我已經經過使用了一陣子了 它還找得到 我覺得真的是 哇 還蠻猛的軟體啦 最後不管這個軟體到底多厲害 它可以只有多少檔案 多少照片 多少的影片 我們一開始的記憶卡選擇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省錢去買一些奇怪的品牌 那你如果跑到戶外然後根本沒有電腦可以來救援的話 你就只能格式化 然後你的檔案就全部消失了 那也不是說買好的記憶卡 你就不會有什麼檔案遺失 記憶卡損毀的問題 這些機會都還是會有 在戶外拍攝的時候 有備用卡就記得帶 如果在戶外可以備份就記得備份 如果在戶外不能備份的話 回家也記得備份 那真的 還沒備份之前 記憶卡就損毀的話 你才來用這個救援軟體 救援軟體不是萬能的 它恢復的檔案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它會損毀 或者是根本讀不出來 檔案記得做備份 不管是在戶外或是家裡 這才是根本的解決問題 OK 這就是我們的優質救援軟體的分享跟測試影片 大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分享的影片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